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史版 这些珍贵的文物又将牵出什么重大考古发现 不孝子孙盗挖家族坟墓最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盗墓猖獗又该如何有效遏制 特别节目互宝之战古墓遗云上集 宋慈的下落即将播出 他们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产 他们曾遭遇盗贼黑手流落文物黑市 甚至飘零海外 警方勤贼寻宝千里追索 民间淘宝热的背后文物安全牵动社会神经 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 法律有着怎样的界定 文明血脉如何以敬畏之心守护 同时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互宝之战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喜欢收藏的朋友都知道 宋代的瓷器那是非常名贵的 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不断刷新记录 收藏家们对它也是爱不释手 为什么呢 因为宋代啊 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代 您想什么 定谣 官谣 辱谣啊 等等 这几大名谣 都是宋代的 总之 那是官谣辈出 私谣风起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边 有这十几间宋代耀州谣的瓷器 它吸引着很多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熟悉耀州谣的人会发现 这些瓷器与传统的耀州谣瓷器略不相同 当然不单是气形和刻画工艺 一场精致了 而且还很少见的用金子或银子 给口盐做了包箱 这些瓷器都代表了当时耀州谣生产的最高水平 这两件 这可都是国家的一级文物 这一件是耀州谣的清幼的一个纸红 专门用白银做了一个包箱 这个是刻画的耀州谣的波 您想这么精美的刻画瓷器 这传释量可是非常少 像这样 香银的耀州瓷器更是第一次发现 可以说 它们的出土填补了耀州谣的空白 显然 这些瓷器是颇有来历 没错 说起这批瓷器的出土面是 那可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可讲 2006年1月9日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二处五大队大队长韩青龙得到一条线索 有个绰号叫宝田的人和他的团伙正在到一个宋代成义郎的墓 而且已经倒出了一批瓷器 韩青龙所在的五大队负责文物集查和市场监管 专门收拾形形色色的盗墓贼和文物贩子 凭着职业敏感的警觉 这条模糊的线索引起了韩青龙的注意 正是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线索最终牵扯出一桩盗墓大案 有人把这个成义郎的墓子挖了 出了好多宋代的瓷器 这个成义郎的观指不是很高 但宋代不是很高的观指 但是这个宋代瓷器 从这些年我们工作的经历来说是很少见到 所以说这些东西的价值应该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这个线索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立即就开始对这个线索来源进行调查 盗墓分子盗的是一个宋代成义郎的墓 那这个成义郎到底是一个多么大的官呢 这成义郎啊 是隋朝开始设置的一个文散官名 文散官就是不拿事的文官 在唐朝成义郎为正六品下 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 到宋代神宗原封改制之后 成义郎为从七品 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助理调研员副处级 这在遍地埋皇上的八百里秦川 这么个官 确实那不能算官了 但是这条线索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盗墓分子正在盗墓 二是墓里已经出现了珍贵的宋代瓷器 必须马上找到盗洞抓获盗墓分子 追回本物 要查成义郎这案子 还是得从叫宝田的这个人查起来 这就是这个绰号叫宝田的人 本名叫邱赵军 是西安市本市人 没有什么固定职业 平时以倒卖文素为生 民警调查发现 邱赵军最近购置了碳产 铁仙等等盗墓专用的工具很多 显然有盗掘古墓的重大嫌疑 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邱赵军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随后他的同伙也浮出使命 他们敢铤而走险盗掘古墓 背后无疑是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 但文物的价值并不是靠金钱来衡量 那么文物的真正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些凝聚的古人智慧心血 包含特定历史信息的珍贵文化遗产 究竟该怎样更好的保护 此案中的文物又是如何历经曲折 被依依追回的呢 特别节目《护宝之战》 古墓遗云上次 宋慈的下落正在播出 2006年1月14日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二处五大队 114专案组成立 114专案组成立之后 迅速对邱赵军近期活动的情况展开了调查 经过专案组民警细致的摸牌后发现 这近期与邱赵军联系密切的一共有两个人 一个叫吕富平 家就在蓝田县夜湖乡屋里头村 有过盗墓千科 还有一个居然是擅长挖墓 经常受雇于人参与盗掘古墓犯罪活动的熊某人 你想想 这仨人最近老往一块凑 还能干什么呢 看来这条线索属实啊 而且每天晚上邱赵军都乘坐一辆白色富康车 经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向蓝田方向而去 盗墓现场极有可能的就在蓝田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专案组开始寻找盗墓现场防止文物流失 因为作为一个文物其他刑警啊 他第一次也是扑现场 能连人带遭抓到现场就最成功的 一旦倒出来以后 你再去抓二人再去追索 那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按照之前的线索 邱赵军已经道出了一批宋代瓷器 要想人赃并获 专案组的干警 首先就要找到盗墓现场 可寻找盗墓现场并不容易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 犯罪嫌疑人的盗墓活动 又是否还在继续呢 盗墓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像的什么盗墓笔记啊 或者电影上演的那种打个盗动 然后我接了墓室 进去往外里以后就往外搬东西就完了 不是那么简单 他首先要探测 就是勾勒出这个墓的大致形状 找到墓室的墓道 完了以后选择盗动的位置 打开墓室里以后还不是往外搬东西 因为常年的积累嘛 他有些墓室坍塌 有的墓水因为常年的渗水啊 他里边淤积了很多的淤泥 实际上进去还有个清文物的过程 寻找盗墓现场 就像跟盗墓分子的一场赛跑啊 如同大海捞针 难度非常大 专案组的民警们 在蓝田县的五里头村走访之后 发现了情况 大地群众板呀 平时很少回村子的吕富平 近几天回到家里 跟着他有好多陌生人 这几天 他们是车来车往 咒服夜行 他们的行踪很诡秘 根据这个可以断定 他们可能就在附近活动 一连着四天 韩青龙带人每天就去这一带 是徒步搜寻 但是警察们是搜过来搜过去 找不见盗墓的任何痕迹 而且此时 他们又得到了另外一条线索 13号的晚上呢 我们得到信息 这和这个犯罪团伙 都回到西安了 而且准备着 租车 到广州去 听你们信息的反馈应该是出货了 而且这个目的已经到来 这个拉了货到广州到来 案情瞬息万叶 盗墓分子已经到完墓 准备出售文物的消息 让专案组意识到 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 必须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 根据盗墓分子晚上盗墓白天休息的活动规律 专案组决定在十四日早晨采取行动 因为盗墓贼经过一夜的盗墓折腾 睡觉都比较沉 这时候去来人叫独备窝 那么盗墓分子的落脚点又在哪里呢 有两个河南人已经回到新安市了 住在南郊的一家旅馆里 旅馆名字知道的不是非常详细 知道个大概的名字 河南人名字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大海罗珍 那是所以说对南郊那一片 我们摸到线索那一片 所有的旅馆进行排查 排查到第二十多家宾馆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登记册上有个比较熟悉的名字 吕富平 吕富平这个名字对高军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在几年之前 吕富平因为盗墓曾经被高军抓获过 巧合的是 这一次抓捕他的还是高军 凌晨时分 专案组很快确定了以吕富平名字登记的房间 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那么这次抓捕 能否将邱兆军和吕富平一举抓获呢 在敲门的过程中 对方不仅不开门 还把门反查上 他不采取这种举动的时候 我们还确定不了他是犯罪嫌疑 你采取这种举动的时候 反而就是增加我们的信心了 确定你就是犯罪嫌疑 这两个人使得不开门 我们在门口 能听到什么声音 他们就手机拨电话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着急了 他昨天往外通通报信 高军踩了两脚门 这次没踩开 没踩开 上去我和教导员 我一脚踩开赶紧进去 韩青龙和他的队友们是破门而入 出镜屋子这么一看 韩青龙他们并没有发现邱兆军吕富平的影子 现场只有两个犯罪嫌疑人 一个姓熊 一个姓丁 经过现场突审 两名犯罪嫌疑人 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他们和邱兆军吕富平等人 确实在蓝田盗掘了一个古墓桑 他们在盗出的一块宴在后面 发现了成一郎这样的字样 所以确定这是成一郎的梦 专案组连夜突审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同时迅速展开对邱兆军吕富平的抓捕工作 一路由教导员韩玉林带领着抓捕吕富平 另一路由探长杨云荣带领着去抓捕邱兆军 按照熊某人的交代 吕富平在西安市散塔路某小区内居住 但具体住址谁也不知道 教导员韩玉林立即带领民警来到了该小区 很快就在一栋单元楼门前 发现了邱兆军开的那辆白色的富康车 看来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藏匿在这栋楼内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防止犯罪嫌疑人损毁或者说转移走了文物 他们决定守株待处 抓捕犯罪嫌疑人 警方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然而此案的主谋和出土文物却踪影了玄武 主谋之一的吕富平有过盗墓前科 办案民警和他展开第二次交手 抓捕过程中出现了怎样戏剧的一幕 随后办案民警在吕富平家查获了大量文物 这些文物的价值非同一般 那么鉴定专家的结论 又为此案的走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特别节目 互保之战 古墓遗云上级 宋词的下落 正在播出 他们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产 他们曾遭遇盗贼黑手 流落文物黑市 甚至飘零海外 警方勤贼寻宝 千里追索 民间淘宝热的背后 文物安全牵动社会神经 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 法律有着怎样的界定 文明血脉如何以敬畏之心 守护 民主平时 法律奖堂 要求打通了吕富平的电话 约定地点见面 但是没有想到 就在办民警的眼皮底下 一直很配合的熊猫 却耍起了花招 他给吕富平打电话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刚开始他是说那啥 说他的河南话 吕富平那边也接电话 说的过程中 突然说了几句普通话 吕富平是非常狡猾的人 他都听着熊猫方说的普通话 和平时说话交往的方式有区别 他就有所警觉 当时在电话他就给熊猫方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不是出事了 出事的话你就嗡一下 要没事那就没事 熊猫方就嗡了一下 通过这个电话 吕富平已经警觉了 他感觉不正常 但是又不是说百分之百 肯定彻底出事了 熊猫耍的这个花样 一下子就让本来警惕性 很高的吕富平 决出了异常 狡猾的吕富平放下电话 他马上就给邱赵军拨了一个电话 何能出事了 他告诉邱赵军赶紧躲一躲 也就是因为这个电话 邱赵军溜掉了 不一会儿啊 吕富平又给熊猫人打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到外面去修修车 马上到兴庆公园东门 在那见面 车就在楼下没动 何来修车这一说呀 这个时候 又传来信息 吕富平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还在小区之内 于是这抓捕小组就得继续蹲守啊 下午一点多钟 有一个身影 刷 就奔了那富康车来了 等候在旁边的民警 就盼着这个身影出现了 他们迅速上前 抓住吕富平 吕富平惊讶的表情 给探长高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我们俩一货愣了一下 反正头一低摇了摇头 反正他没说别的话 我们至于我们也就不需要说更多的话 吕富平 现在突然出现在自己身旁的指导员 韩玉林和探长高军 他为什么如此惊讶呢 绝不仅仅是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出事 而是因为几年前 他曾经参与了一起盗墓案 事发后抓捕他的就是这二位 韩玉林跟高军 当年吕富平是被判了三年 刑板释放刚半年 这冤家陆窄又栽这俩人手里 你说他能不惊讶吗 他能说什么呀 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当警方问起这文物的下落的时候 他很痛快的说 在我家里边呢 所以我带你们去取吧 没有想到 接下来出现了更戏剧性的一幕 刚刚一开始把我们带到了五楼 只是这个房间 这就是我们家 我按理后 我说你哪要是开门吗 要是我所家里了 我家没人 那我等我家人回来怎么开门 我说哪有这么巧好的事 所以我们就敲门 敲门李和平偏偏这家里 住着还有人 一个男同志出来了 你找谁啊 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指李富平跟他说 我认识他 不认识 我们去看李富平 就听 那我记错了 很镇定的说 跟你说我记错了 大白天 自己的家还能记错 这又没有说刚喝多酒 李富平明显在用自己的方式 富裕顽抗 就在这时候 已经提前去派出所 通过户籍去查李富平住处的同志们回来了 原来李富平就住在这个单元的二楼 一进吕家 民警们就明白了 心情万分复杂的李富平 两次都栽在同样两个警察手里 他是心有不甘呢 所以干脆用这种耍无赖的方式 来发泄不满 真的找到他家了 李富平态度也变了 表示愿意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把所有的文物都交出来 那么这次配合是真诚的吗 他能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办案人员吗 在李富平居住的房间内 查获了装在几个大塑料袋内的出土文物 经过清典 有燕台 石壶 青铜鬼 青铜盆 青铜镜等 五十六件 但是却没有送代瓷器 而最初的破案线索 是邱赵军扬言 出土了宋代瓷器 并且准备要出手 难道是线索有物吗 邱赵军旅 附平他们告绝的是宋代墓室吗 为何一座古墓中 会出现不同时期的文物呢 对于这批文物 文物鉴定专家 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事文物鉴定工作二十多年 印象很深的 还有一个燕台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设宴 它是一块整实的雕刻的 非常的精致 早期的这个燕台呢 这个资料呢 其实还是很少的 我以为我们大部分见到的是船饰品 但这个里面呢 它这个燕台不仅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来它底下呢 还有字明 而说就是舍宴 而且是正合年间的 这北宋的 作为这个古墓的研究呢 它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实物资料 这一件东西 我们当时认为是 肯定是可以定为珍贵文物的 就是非常最高的等级的 经过文物专家的鉴定 在这批文物中 有一些完全符合国家一级文物的标准 按照级别划分 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 珍贵文物又具体分为 一级文物 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那么文物鉴定的标准是什么 从吕富平家查获的这一批文物 又有哪些珍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呢 平定文物呢 我们大概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呢 就是历史价值 第二个是艺术价值 第三个是科学价值 那么如果说在这里面呢 它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考虑定为一级文物 在这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青铜器 这个青铜器有的是商代的 还有些是汉代的 像同静人啊 或者同勋卢啊 这些 它不仅仅是一个汉代的文物 它而且是什么呢 经过了宋代的收藏 宋人的研究 再我们再重新发现 其实它可以勾勒出 这个中国人呢 其实对自己宗先辈的文化呢 他们是实际上是 长起来呢 是非常重视 着意加以保护的 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 都隐藏着我们知道 或者不知道的故事 它们长眠地下 历经千年沧桑 今天 当它们重新面世 带着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仿佛可以隔着时空 和仙人们对话 但是这些文物 只有在它的原生地 才能由研究者解读出 完整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为我们还原出 珍贵的历史现场 而利益熏心的盗墓分子 却往往会毁掉 这些历史证物真正的价值 由此带来的损失 无法估量 在文物犯罪案件中 被盗文物的鉴定级别 对定罪量刑具有很大影响 现在起货的文物中 已经有国家一级文物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肯定要为此 付出代价 落网之后的 吕富平 熊某 丁某 隐约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 也知道这回 摊上的事大了 但因为秋召军 还没有落网 所以此时 他们还抱有一丝 侥幸心理 对于宋代瓷器的下落 始终在跟警方 扰弯子 吕富平落网之后 专案组对他进行了突审 吕富平坚持说 他们家就这么些文物了 其余的都被秋召军给拿走了 如果真的有宋代瓷器的话 肯定是这批出土文物中的精华 那必须要追脚回来 但是 案发后 因为吕富平通风报信 而提前逃脱的秋召军 却一直也没有什么踪影 专案组 立即紧急部署 安排干警 对机场 车站 高速公路 收费站进行了严密的布扣 防止秋召军携文物外逃 虽然吕富平已经落网 文物也追回了一批了 但是办案民警们心中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吕富平他们盗的是一座古墓吗 为什么会出土不同时期的文物呢 邱赵军真的带走了那批珍贵的宋代瓷器吗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接着讲 北宋李氏家族墓 被告一座古墓竟然出土了 从西州到北宋 不同时代的典型文物一百多件 身为吕氏家族后人的盗墓主楼 盗掘先人坟墓 法律又该如何成处 特别节目 互宝之战 古墓一云 终极 盗祖坟的代价 明日播出 进行关注